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就是昨天 昨天吧 我跟我爸又去医院里面 去给我拿药去了 因为就是经常给我上医院里面 就是开药的那个大夫嘛 打电话给我爸说 就是因为现在 好像是那个政策要变了嘛 就是我以前在视频当中说过 我现在每个月吃的大概一盒 要差不多一千块的那个药 之前医院里面还能稍微报销一点 但是从下个季度开始 也就是说从十月份开始 人家说是要变了 就是说一个季度一报销 一个季度一报销的话 这我们就 他说你赶紧就是 昨天已经是二十九号嘛 就是说赶紧去 再取一次药吧 不然的话 这个月报销不了的话 从下个月开始就要开始 一个季度一报销 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 就真的压力有点大哦 你想一想 就是一盒要差不多一千块 还要 这才是我们吃 我吃的其中的一种药 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 配合在一起吃的一些药物 还不算其他的 其他的一盒也都要四五十五六十 里面就几颗药物 所以说 我昨天又跟我爸去医院拿了一次 这中间 怎么说呢 就是说现在 哎呀 心里面反正就是很乱吧 最近感觉 其实 其实你经常处于一种 就是说 嗯 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的话 忽然有一个变化的话 就突然感觉一下不适应 我不知道接下来 我应该怎么办 就是一直呈现在大家面前 还算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稍微好一点的状态吧 但是接下来 我可能觉得 还是要继续努力吧 就是既然生活有了一定的变数了 我们肯定还是要有方法去应对 生活步步紧逼 那我们可能 我可能更要加快步伐 越发的努力 所以 还是继续加油吧 所以 我亲爱的朋友们 嗯 继续留下一个你们的支持吧 谢谢你们大家